面对欧米克戎变异病毒袭击 一直拒绝采取封城措施的拥有2500万人口的上海28日起封城 当局没有使用封城两字 而命名为分批封控 先封浦洞后封浦南 最后封浦西 上海虽然一直以来明面上并未实施封城 但其实已经处于半分城状态 俄罗斯周五警告西方 几天后向欧洲出口的数十亿美元的天然剂就要一路不结算 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在一场电话会议上说 我们不打算免费提供天然剂 这一点很清楚 他说在现有情况下不可能也不适合对欧洲客户口慈善活动 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3月27日在以色列举行了一次罕见的阿拉伯以色列峰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27日访问了以色列出席峰会 据报道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摩洛哥和美国伊斯列A级等六国外长出席在伊斯列拉皮德沙漠酒店举行的峰会 2020年9月15日 以色列和阿拉伯和巴林在美国白宫签署了一项被称为改变中东格局的历史性和平协议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周一表示 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处于有史以来最牢固的水平 而此时西方国家正试图通过前所未有的制裁来孤立莫斯科 北京多次表示反对制裁 坚称将与俄罗斯保持正常的经济和贸易往来 并拒绝谴责莫斯科在乌克兰的行动 但政府担心中国公司触犯制裁规定 据官方媒体28日报道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承诺要建立一支不可阻挡的压倒性军事力量 就在金正恩发表上述声明三天之前 朝鲜施射了一名远程洲际弹道导弹 这也是这个拥有核武器国家 自2017年以来首次进行了此类施射活动 英博加利亚总理邀请北马其顿 罗马尼亚和黑山总理在索菲亚举行会晤 上述四国的政府领导人 讨论了乌俄战争在内的安全、能源、经济和合作等议题 位于伊斯坦布尔的东都决三人权观察协会 于3月22日发表了一份题为《东都决三种族灭绝》的新报告 报告分为了四个部分 涵盖了中国入侵前东都决三的概况 中国在东都决三的破坏政策历史 入侵后东都决三的反伊斯兰和反穆斯林暴行 以及系统性犯罪种族灭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